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们公司一路来都是坚持使用天然的原料嘛 所以其实the field 系列的产品呢都会减减化学或者是那些synthetic的东西 那么比较用多和保留用比较好的这种植物天然的成分这样子 所以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姚叫楚沛 那本身呢虽然就是读着大学的时候是读食品科学和营养学毕业的 但是陆陆续续在毕业过后 其实我对于这个植物疗法或者是自然疗法上面有更浓厚的兴趣 所以呢就是有好像关于这个放下疗法或者是Ayurveda或者是中医这些 其实我都很有兴趣而且现在也在有在修读的 所以就是最近我也上了一个就是有上了那个放下疗法的课程嘛 所以其实希望说其实透过内在的调理还有外在的这个另外一起调 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synthetic品科学 好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就来讲关于皮肤嘛 那其实皮肤的话呢我们先来了解皮肤 从皮肤上面的结构来看啊 其实皮肤可以分为两大层啊 那皮肤是我们外面看得到嘛 所以其实皮肤算是一种器官 那这个器官呢算是我们身体蛮大的一个器官 但比起心脏啊还有就是肝脏啊等等的器官来讲 皮肤的呃是蛮就是它算是蛮大的 然后它的重量也达到3到4公斤左右啊 所以其实虽然外面我们看到皮肤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皮吧 那其实不是如果从它内部结构来看的话 它是很复杂的 它是因为它里面呢它有不同种类的细胞啊 还有功能不一样的这种组织全部穿插在一起来组成这个皮肤 那皮肤有分两大层 呃外面那一层呢我们就叫做表皮 那么里面那一层的话呢就叫做真皮 这样子 那么那么其实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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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我们的表皮的自我更新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意思也是新陈代谢啦 所以皮肤的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话呢 它的周期大概是28天 所以其实如果说说 如果要挤这个 Thori来讲的话 你用一个产品 那么大概就是外用的产品 大概就是28天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就是如果以保养品来讲的话 但是呢其实呢 说是28天 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呢 你的所处的环境啊 你的生活习惯啊 饮食习惯啊 这些等等的因素呢 都会影响你的这个新陈代谢 所以变成说呢 可能以前你年轻的时候 我不要讲你 就是可能你小时候 你的皮肤有疤痕的话 很快就会好了 但是可能到了就是某些日子 会发现那个疤痕留在你的皮肤上面 很难去消掉 那其实这个也是跟这个皮肤代谢有关系 所以呢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角质层 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外面 有一个角质层了 这个角质层的话呢 它是表皮的最外层叫做角质层 那这个角质层呢 其实呢 饮食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在那边的 所以就是你要调理好皮肤 不只是说外用产品而已 就是那一条其实也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饮食习惯啊 也是要去调整啊 去更改这样子 好 其实那今天我会讲到关于过敏的问题嘛 那过敏呢 就是当然我们叫allergic 到底什么是过敏 那过敏的话呢 其实是身体对外来的抗原 就是过敏原 它可以是anything 可以是peanuts 或者是一个棉布 或者是 某些食物 或者是好像一些纤维啊 一些植物啊 这些 我们的身体 也没有办法去recognize它 然后就免疫系统去过度反应 所以呢 就会造成这个过敏的现象 那呢 其实呢 这个过敏原呢 它是没有害 它有时候是没有害的 就是好像我们讲一个植物 一个peanuts 来讲 那peanuts 其实它不是一个不好的食物 只是说呢 某些部分的人呢 对它产生敏感 其实也是关注跟它的这个免疫系统 有非常大的联系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过敏的话呢 其实当然也包括了一些 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也就是说呢 它不是免疫过度反应 而是它的免疫系统 去攻打自己的身体 好像牛皮癬啊 还有一些 皮肤问题 其实也是跟这个自体免疫系统 疾病有关系的 那么其实 过敏的问题 也从baby到老年人 各个年龄层阶段都可能会发生 但是往往是跟这个 遗传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 所以呢 通常呢 好像是试诊啊 或者是牛皮癬啊 这些其实是 遗传下来的 妈妈有 或者是她的上一辈有 遗传下来 给孩子这样子 那当然 如果专业来讲的话 过敏反应有分大概四个种类 第1 第2 第3 第4行 那么2 3 4呢 是磁发型的 就是可能就是说你 可能你碰到那个过敏源 但是呢 它不是立马给你那个过敏的症状的 它是after大概 可能有一些是48个小时 甚至72个小时过后 它才有一些症状出来 那第1 过敏的反应的第1种类型的话呢 它是比较快速的 比较可能就是你碰到那个过敏源过后呢 它可能就是在1-2个小时之内呢 就可以表现在你的皮肤啊 或者是出现一些过敏的症状 好像有一些人是哮喘啊 之类等等的 所以过敏反应有分不同的类型 那虽然我讲说过敏通常都是遗传类型的 但是其实有一些过敏是环境因素造成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后天的过敏 所以呢 其实要看自己的体质啊 然后就是分清楚你的过敏的这个 这个类别到底是什么 那什么是皮肤过敏呢 其实皮肤过敏当然就是你的皮肤 的一个免疫失调 那么 当然它是一种inflammation来的 就是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那这个皮肤过敏的 当然表现呢 就是可能大家都很清楚了 会痒啊 皮肤有各种各样的一些reactions啊 就是红疹啊 可能可以是红的 有一些人是紫色 那有一些人是暗红色 所以呢就是因人而异的 那皮肤的表面当然 纹理也会变得比较不正常 那有一些人呢 因为去抓它 因为试诊会痒嘛 去抓它 抓它了过后呢 它就会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比较粗糙 然后变厚这样子 那么最后也有可能会变成胎咸的 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变成有一些真菌感染啊 这些 所以呢就是种种的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这样子 那么皮肤呢 整个就会有些人了 就会变成比较好像又硬又厚这样子 所以呢其实就是 当然就是你在发生过敏的时候的话呢 你就尽量不要去抓它 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很难忍 但是尽量就是忍住自己不要去抓它 可以用一些可能就是药膏啊 或者是植物油啊 或者是一些精油 或者是一些 壳香这样的东西来去 会去衣制你的皮肤发芽 有一些的话呢 那也可以有个好转 但是如果啊 他也会avoid说可以让它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子 所以就是以自己的状况 然后自己选择你自己要的一些 一些产品 那皮肤过敏的原因呢 其实呢 有非常多种 从来不是 我每次讲 从来不是单一的原因的 但是呢 其实如果以常态来讲的话 你的饮食情绪 当然有时候你用的一些护肤产品啊 因为有时候 你去用的一些东西 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干燥 所以呢 就是更容易trigger它 然后比较容易发红 那有些人会伸暗疮啊 这些等等 那如果吃的话呢 大部分的人 本身就是天真有过敏的话 他自己会知道 什么样的食物 对他来讲是有过敏的 但是如果 如果你是有过敏症状 或者是你正在发生过敏症状的人的话呢 尽量就是避免吃海鲜类啊 一些蛋白质啊 辛辣的食品啊 当然是酒精类的 然后就是避免你的外在的因素 好像花粉啊 沉满 寒冷的天气 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寒冷天气这些的话 你尽量让你的这个皮肤保持 就是滋润啊这样子 会比较好 那么 我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关于常见的这个皮肤问题哦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最最最最常见的要属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也就是 Atopic dermatitis 我们简称它为AD 那其实它是属于四整的一种 那么呢 这个四整的话呢 其实 四整其实有分很多种的 它不是 只有一种而已 它还有分其他种类的 那这个异味性皮肤炎呢 就是属于其中一种 那么呢 这个异味性皮肤炎的话呢 它比较常发生在婴幼儿 baby身上 还有就是青少年 会比较多 那当然 大人也是有 只是说呢 小孩子 他的这个 占的比例会比较多 那么通常它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 它是反复发生的 那么它是属于一种 慢性的皮肤炎症来的 所以就是 不是一朝一夕会好的 因为它是 你就是 可能一出生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嘛 所以就是 不要expect说 好像你涂某些东西 它就好了 它没有这么快 而且呢 就是跟你的一些病因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是反复发生 通常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以这个数据显示的话呢 通常有异味性皮肤炎的人 他比较就是 比较属于是过敏的体质 它呢通常会有伴随 例如好像气喘啊 过敏性鼻炎这样子 所以就是 这个是一个数据的显示 当然它的表现症状就是一些过敏的症状 羊啊 红色秋枕啊 水泡啊 或者是有一些是它的 它的这个患步是湿润的 所以为什么叫它湿疹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的患步是湿润的嘛 那么因为它是容易反复发作 而且呢 它通常是会很痒的 所以呢就是 你就会容易去抓它 抓了过后呢 就是因为你去 就是已经受 抓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让你的皮肤受伤 慢慢的就会让你的皮肤 就是脚质层增厚 那么你会变成就是 比较粗糙啊 然后有一些会比较干燥啊 那么会有那个皮 皮的脚质层增厚的这个现象 那其实 我们最担心的是 你有异味性皮肤炎呢 就是你有一些试疹状况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 你在抓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 所以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 所以讲说为什么 尽量就是避免你去抓你的 这个发痒的地方 或者是患步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指甲 我们的手指 会有很多不同的细菌 那这个时候 因为你有试疹的朋友呢 他的免疫系统会比较低的 所以呢 就是加上有伤 你抓的时候会有伤口 所以呢 就是你的细菌 很容易就是 会有造成细菌感染的现象 所以就是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因为如果 你有这个细菌感染 你又有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是两种问题了 不只是说 有异味性皮肤炎而已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去注意它 那么呢 当然这个 这个异味性皮肤炎呢 它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 它不可能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通常的话呢 它是内因跟外因 它们相互的结果 就是作用的结果 这样子 那么当然就是 部分的患者 它的免疫系统是出现异常的 就是内在内因的话 可以check得到就是它们有 就是很多就是研究发现 它们的免疫系统是出现异常 然后呢容易对四周的环境啊 或者是食物中的某些物质 产生过敏 但是还要强调 那些物质呢 其实是对身体是没有害的 只是说这些患者 他们就是容易 因为它的免疫系统的关系 让他们就是对这些物质 容易过敏 那么呢 如果要讲免疫球蛋白 因为其实 免疫细胞的话呢 有分很多种嘛 那么呢 免疫球蛋白 immunoglobin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异味性皮肤炎上面 看到是异常的 就是immunoglobin E 所以就是我们简称它为IgE 那么其实 还是要讲 异味性皮肤炎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的过程 它也算是 所以你的病 你的病程的话呢 算是 处于这个慢性的状态 那么当然 每一个人的试诊的状况 都会不一样 那么有一些的话 就是它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好 那有一些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些会比较 会变得干燥而结痂 那就OK 但是有一些的话呢 它就会因为容易去 一直抓它嘛 所以呢 就变成说 它会有这个 色素沉淀 就是因为你去抓它 让你的皮肤受伤 那么你的 换处的颜色呢 就会有这个 色素沉着的这个现象 那么你的这个 就会 怎么讲 怎么讲 就是容易流疤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内阴的话呢 那除了说是你的免疫系统 有异常之外 你的精神太过紧张 情绪的问题 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联系 在那边的 你精神紧张啊 紧张啊 或者是你过度疲劳 常常失眠 这些其实都是 其中一个 诱发 异味性皮肤炎的 一个病因之一 那当然有一些是存在于感染啊 但其实内分泌失调 也是会有这个 异味性皮肤炎的 会造成这个问题啊 所以就是 要看看自己的这个 是属于哪个现象 当然我所遇到的很多 试证问题 从来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总是知道外在的原因 但是从来 不知道内在的原因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说试证的人 很难去 有这个 比较好的一个 好像康复的现象 这样子 如果你知道你的内因 加上你的外因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 更好的 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方案 去帮你去 解决或者是舒缓 会来得更有效 这样子 所以 希望是大家 当然在面对这些 可能就是身边的朋友们 有这样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帮他们 找出这些内因 大家是往往 要清楚一点 总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 对于好像 试诊的患者来讲的话呢 我都会叫他去服用医菌 去调理他们的免疫系统 那么 有助于他们去改善 他们的皮肤问题 这样子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 常见的 这个 皮肤疾病的话呢 就是属于这个牛皮鞋了 那牛皮鞋 它跟试诊不一样的原因 是在于 它是属于一个 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一个疾病 那么它当然就是也跟试诊一样是容易就是反复发作的 但是呢 它怎么样去跟试诊做一个区别呢 就是从它的患处 就是它的这个患处上面来去做一个区隔 那可以看到 刚刚看到那个试诊的照片的话呢 它的红疹 就是它的 它是 就是 有那种 没有一种明显的边界的 那么牛皮鞋 那么它会在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发生 通常有大的 当然也有小的 那么 通常可以看到是比较多 让你的皮肤产生了一些异常 这样子 那么 会有这种 所谓的我们讲的这种 磷穴状的斑块 就像银色的一片一片的这个斑块 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 是因为说 你的角质异常代谢而引起的 那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 到现在 科学家还是找不到原因 但是 他们发现跟免疫系统的问题是有关联的 那么当然就是跟这个T细胞 还有免疫球蛋白EGM都有关系 那其实牛皮鞋 它不是只有一种 它有分很多种类 就大概有六种这样子 当然跟试诊一样 这样的这个牛皮鞋的问题呢 它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它也是一样是涉及多方面的 也是有遗传 也是有你的身体免疫 当然也是因为你的身体发炎 然后引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 那这个牛皮鞋的话呢 它有时候它的诱发原因是什么 什么是trigger它去诱发出来 因为可能它已经存在你身体 只是说它要诱发的话是什么样的东西 或什么样的原因会诱发它呢 其实有时候你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是为什么 皮肤问题总是这么容易让人头痛 因为你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医生更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个可能的 其实呢就是我身边朋友 也是常常会有过敏的问题 这是纯属我个人的分享 就是常常会有这些过敏的问题 那么当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会怎么讲呢 就是他会跟你讲 也是会讲 可能是这一个 可能是赛伤啊 也可能是你用错产品啊 或者是 就是他也是会讲可能 然后他给你的药是什么药呢 就是帮你舒缓而已 就好像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过敏的问题 那么呢 他就问我怎么办 那我是有建议他去看医生 那么医博就问说 哎 医生跟你讲什么 有讲说能 diagnose到 是什么皮肤问题吗 因为皮肤问题有很多种嘛 even过敏其实也很有 他就讲哦 可能是因为晒伤 不是晒伤 就是可能就是对 就是太阳过敏这样子 好 那你真的 你知道你可能 他讲可能是太阳过敏嘛 但是呢 其实他给你的什么药呢 只能去 也是外用而已 去舒缓 那么他就 帮你处理你的问题啊 就是外在的问题 就是你养 他就开药给你 你红肿 他就开消炎的给你 那么我朋友就讲 他养到不能睡 怎么办 他就开 开一个可以帮助你 睡眠的药给你 所以其实我当然我没有去质疑医生的这个判断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去解决的话呢 是透过植物疗法 就是其实植物方向疗法 甚至是用饮食调整的方式的话呢 其实会来得更全面一些 而不是针对那一个问题去做办 那个症状来去做舒缓而已 所以我认为是内外都要一起调理会比较好 好 另外一根的话呢 就是叫做这个接触性皮肤炎 这个接触性皮肤炎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也是叫Azopic Dermatitis 那么呢其实他前面有一个字叫contact 所以呢就是接触性的皮肤发炎的现象 那么通常的话呢 是因为你有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 好像防腐剂啊清洁剂啊 或者是有一些 某一些物质是你会容易过敏的 好像某一些植物啊 或者是燃料啊 这些 那么他就有分了 有一些是因为碰到了过敏的 让他过敏的东西 有一些呢是因为呢 好像清洁剂啊 或者是 通常是清洁剂啊 好像酒精类的产品啊 他会让他的皮肤刺激 所以呢就会有这个皮肤炎的现象 所以有分两种 那当然就是 他也是会伴随着 症状症状的一样的 痒痛、起水泡、发红、干燥、脱皮这些等等 那么当然我们了解到 当然今天只是了解到三种皮肤问题 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 对吗 所以呢其实 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当然我还是会建议你 如果是持续发生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哦 就是看医生来去diagnose你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一个慢性的症状 就是你知道说 从小到大你都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你就要 清楚意识到自己 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那么你就要去做内外的调理 很重要 内外的调理的话呢 就是透过 饮食啊 生活习惯啊等等 来去做改善 那么有什么办法去舒缓 你的痒 你的发炎 你的起水泡 你的疼痛 这些呢就是用外用的产品很重要了 那么 嗯 我不建议用类固醇的 但其实呢 因为呢 很多时候用类固醇的 这些药膏类的产品的话 它可以立马 好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 哎 你用了一两天就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你会让你的皮肤的黏液系统 也是变得比较不好 所以就是 还有等等因素 因为其实类固醇 对我们身体也不好的 所以 比起用这些 含有类固醇的药膏 我更偏向用 天然的东西 来去做舒缓 这样子 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 去修复伤口 因为 从刚刚所讲的 这三种皮肤问题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现象 一样的 会有发炎 痒 红肿 干燥 那有一些甚至是会 破皮呀 起水泡等等 那么既然已经知道它会怎么样去发生了 已经有这样的问题发生了 我们能怎么做 如果当下你有皮肤过敏的话呢 你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注意的 第一呢 就是皮肤过敏的地方的话呢 不要去一直去洗它 也不要去烫它 怎么样讲呢 因为其实呢 有一些人会觉得很痒 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手 可能就是他的患处拿去 去挣热水 或者是去烫 去觉得 去烫它 会有这个立马 止痒舒缓的效果 那么当然其实就比较不鼓励 因为可能就是会有 烫伤的现象 这个要就是要去注意了 那另外的洗 也是不要常去洗它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去洗它的话呢 会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水分流失 那么皮肤水分流失的话呢 就会容易造成干燥 所以呢 怎么样 干燥会怎么样 就是会抓 你就会咬 就会去抓它 就会去扰它 所以呢 你就不要去洗 也不要去烫它 那么你也要尽量避免你自己去抓它 所以呢 就是要不洗不烫 不抓不扰 所以就是 避免再一步 进一步的去刺激你的这个患度 那么呢 还有另外一点是 你一定要 保证你的皮肤的滋润度很重要 也就是说呢 保持水分跟油分 不只是保持水分哦 因为我们的皮质是要油水平衡的 所以呢 就是保持你的皮肤的滋润度 当然你就是可以用一些润肤的产品 当然 因为有一些你会觉得痒是因为很干 所以你用这些比较滋润度的一些润肤的这个 产品的话呢 它可以一定程度上面的帮你去缓解痒 那么另外饮食的话呢 的确是要去注意 就是如果当下有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话呢 你的饮食上面当然就是尽量避免鱼虾水产品 就是你自己本身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过敏 吃的原因造成过敏的话 你就尽量避免这些饮食 那么当然就是尽量还是避免酒精类有刺激类的 就是刺激性就是的饮料 好像浓茶啦咖啡呀 酒精类的产品啊 就是饮料啊这些就是尽量就是去避免它 因为还有一些是辣椒就是刺激性的这种辛辣类的食物 其实也是会 因为这些东西会加重你的皮肤过敏现象的 所以就是要 当下如果你皮肤过敏的话 你就 这些东西不要吃 但是呢 如果你是慢性的过敏的话 就是你一路来都有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没有太在意的 怎么讲呢 因为呢 因为你已经是慢性的状态下面了 那么如果你又再去选吃的话 就是好像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的话 其实你会缺少营养 那么你缺少营养 其实你的免疫就会也是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慢性的过敏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 但是酒跟辣椒啊这些就不要去碰它 那其实在 在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其实 皮肤会适整是因为你的身体 湿气会比较重 那么呢 辣椒就是辣心辣类的食物 它会去加重你的湿气 这样子 所以其实以中医的角度是这么去理解的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吃是最好的 那么当然就是如果你有皮肤过敏的时候的话呢 你要尽可能去找到原因 内在就是内外一起找哦 所以就是会对你的治疗皮肤过敏上面呢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呢 其实呢 如果要讲说去舒缓外在过敏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公司的这个Defil就是专门去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这个Defil的Inserm Moist 就是一款Lotion 那么呢 这个Lotion的话呢 其实呢 它就是 因为是天然的 完全天然的一个成分 它运用的是一个中草药 然后还有一些精油 但还有植物油上面 去做一个搭配 去调理这种过敏的皮肤问题 那么我们一一来看 因为其实成分有很多嘛 有时间 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专门讲这个Instant Moist 所以呢 就是有机会跟大家一一去了解 各类的这个它们里面的一个成分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的去了解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植草根 其实植草根 如果大家有用我们 余威公司的Phytobar的话呢 它里面就是也是有这个植草根的成分 那其实植草根呢 它在于传统上面来讲呢 它运用了非常有千年的历史了 当然在神龙本草经啊 还有就是这种古典的记载上面的话呢 植草根呢 它就时常用于皮肤问题 尤其是好像斑诊啊 麻疹啊 试诊啊 甚至是烧伤 还有就是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上面 植草根都有它的这个 都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在那边 当然植草根呢 它比较常运用在 就是有受过中医殉陶的国家 就是古代里面中国啊 韩国啊 还有日本 它们就是也就是有常用这个植草根 那么在日本呢 就是它的耐量时代的史记有记载 其实植草 这个植草根呢 它是可以作为燃料的 而且除了说作为燃料之外呢 它们会 因为对于传统的疗法来讲的话 因为它的紫色就是它的火性成分 就是叫这个Chiconin 植草素 所以呢 当时候不知道这个是植草素这样子 但是呢 它们知道说这个有颜色的药草 它们提取它的这个职业过后呢 它们可以用来治疗它们的疾病 所以呢 它们会用这个布去染 就是去染这个颜料过后呢 这个用植草根抹碎 就是用热水提取的这种枝叶 去用一个布去振它染它 那么它们就会绑在它们的身上 或者是头上这样子来去 帮助它们去治疗它们的疾病 在古代来讲 当然就是以现代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植草素呢 它是具有非常好的抗菌跟抗发炎效果 而且呢 就是有很多的 general research 已经有去表明说 它有这个抗血管新生 也有抗癌的作用在那边 还有当然也是有这个良好的促进 伤口愈合的能力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叫黄芹这个成分 黄芹成分 当然就是在中医还蛮常用的 当然它的活性成分来讲的话呢 就有很多黄铜类 也有黄铜类 包括黄芹素啊 黄芹干啊 芹菜树等等的 传统上面这个药草的话呢 是可以用来 就是 治疗它们的腹泻啊 呼吸系统感染啊 或者是一些炎症 所以呢 在现代很多 研究有发现说黄芹 这个黄芹干啊 它有非常好的抗发炎抗过敏 非常好 所以呢 它们常用来 就是用在皮肤过敏的时候 例如刚刚所讲的 好像接触性皮肤炎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四疹 还有你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 发痒红肿发炎这些 这个黄芹都可以帮助得到哦 所以其实在很多 就是在美妆界那一边的话呢 就是cosmetic and skin care里面 它们会提取黄芹的 这个提取物 就是它的extract 来加进保养品里面 所以就是可以针对 就是会讲说 可以对过敏的人很好 其实很多大牌子已经在用了 就是你在专会上面 可以看到的一些贵妇品牌 他们也是有用这个成分的 X的牌子啊 或者是E开头的牌子啊 韩国的牌子 蛮常用这个成分的 另外一个成分的话呢 就是虎藏 虎藏的话呢 其实它 我们是用它的 要讲说它的活性成分 最多的地方就是用它的根部去萃取 所以呢它的活性成分在根部的话呢 有非常好的 非常多的一些类黄虹 还有就是好像百里芦醇 这个成分 百里芦醇其实呢 会不陌生喜欢吃葡萄人 都会知道有 应该是会知道有这个成分啊 因为其实百里芦醇的话呢 是在葡萄里面有的成分 所以我们每次如果讲说葡萄用于保养 有什么样的功效 就是美白保持对吗 所以的确是这样子的 那在传统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常用在 就是 处理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 还有抗病毒等等的 所以呢 百里芦醇这个虎藏的成分呢 也在美妆界很出名 就是蛮常加入这个成分的 因为它可以美白抗重 又可以刺激胶原蛋白 还有你的这个弹性蛋白的生成 意思是说什么 抗老嘛 然后抗重嘛 就是让你的皮肤回春 这样子 当然它还是有抗发炎跟抗菌的这个 这个作用在那边 尤其是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 因为很多皮肤感染 会有皮肤感染的话呢 其实那个细菌 我们通常是属于金黄色葡萄球菌 另外一个成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肝草 其实肝草的话呢 就是喜欢就是 传统草药的人 对这个成分当然不陌生 因为它时常加入在很多饮料里面 因为它可以润肺止克清热解毒 补皮液气这些等等的 所以很多肠胃问题就是 适合喝这个肝草 但是如果以活性成分来讲的话呢 有这个益黄酮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这个益黄酮就是Glovidin 这个成分 它研究去发现到这个肝草甜素 这个成分 它在根部嘛 这个肝草的根部嘛 它可以有这个抑制 这个所谓的黑色素沉淀的作用在那边 意思是说它可以美白 所以在美妆界里面呢 肝草呢 其实很流行用的 它是美白黄进来的 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抗氧化 然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所以如果你要讲说Instant Moist 它的功效只是止步于去舒缓过敏的症状吗 没有 它在保养 就是日常保养上面 它也是有非常良好的一个作用在那边 好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茶树 也就是绿茶萃取 很多人会误会 这里的茶树是指T tree 其实不是 茶树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名次叫做绿茶 所以呢 就是其实它是 我们这里放的是一个Green Tea Extract来的 所以当然我们都知道绿茶 这个成分有很好很多的儿茶树 它在于身体保养来讲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外用上面的话呢 常用嘛 就是很多就是身体类的产品啊 包括好像我们的Body Lotion 或者是外面可以买到的一些Body Shampoo 这些其实都有这个 会放这个Green Tea Extract 为什么会加这个Green Tea Extract呢 是因为它的保湿度非常非常高 因为其实你只要用6%的浓度 你长期用在皮肤上面的话呢 其实已经证实它可以提高皮肤的保湿度 而且就是减少皮肤粗糙 只要你坚持用一个月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保湿度在那边了 当然它在于对于皮肤的作用来讲呢 它也可以预防老化啊 还有就是抗发炎啊 还有保护我们的皮肤 然后免受植外垫的伤害 好 那么另外一个成分呢 就是叫做雷公根 也叫做鸡血草 其实呢 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呢 有时候我们会不经意觉得它是杂草来的 因为它就是 其实它是很常见 很常见它在平地啊 山崖啊 甚至是路边 你在水空那边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药草哦 但是很多人认为它是杂草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药草来的 即是WHO啊 或者是在EUROPEAN的FAMACOPIA 这些German的MOH啊 这些等等 它们都有去表明说 这个Centella 就是这个雷公尔寄血草 它可以特别针对伤口 就是可以Promote wound healing 当然如果你吃这个药草的话呢 它是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的 所以呢 在Ayurveda里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药草 他们把它称作为长寿之草 因为它可以帮助 促进脑部的记忆力跟智力 而且它对于这种 预防泄足肿和疤痕来讲 真的真的非常好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有严重的伤口的时候 你用这个药草的话呢 这个成分的话呢 它可以预防疤痕的生成 泄足肿的话呢 因为有一些人的身体的体质 来讲的话呢 它是很容易 留那个疤痕是浮上来的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很难看 其实在外在的美观来讲 是没有这么好看的 所以就是这个雷公根 它可以预防这个泄足肿 它对于皮肤保养来讲呢 它是回春的盛品 因为呢 它有非常强大促进肌肤再生的能力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肌肤 刺激和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 延缓衰老 收敛伤口 所以呢 种种对于皮肤这么好的一个作用呢 它非常适合严重的创伤和溃烂的皮肤 所以呢 如果 因为我自己有用方向疗法来去处理皮肤问题嘛 所以除了我会用一些舒缓类的 抗发炎类的植物油之外 我一定会加这个雷公根浸泡油 来去做这个 加一点点在这个腹方里面 来去帮助 帮助处理皮肤的问题 这样子 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自己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个案来讲的话 用这个成分是 对于减缓疤痕来讲 是可以看到非常好的 这个效果在那边的 当然除了刚刚讲的都是药草嘛 当然里面也是有植物油的 我们的植物油呢 当然就是用了这个硬加果油 那这个硬加果油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好的 这个抗发炎的效果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滋润我们的皮肤 当然它也有加了精油 精油的部分的话呢 就加了这个米蝶香还有德国洋柑橘 米蝶香的话呢 那其实它是可以抗症菌 跟抑制这个超级细菌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皮肤细菌感染的话 你要做 就是舒缓这个 伤口 或者是处理这个伤口的话 过后就是你处理了 过后你也是可以涂这个 这个 这个 薄薄的一层在外面的 那德国洋柑橘的话呢 它是 如果你有过敏的问题 尤其是各种各样不明原因的 就是 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不明问题嘛 那么 如果你要立马 得到舒缓的效果的话呢 你就用德国洋柑橘 因为德国洋柑橘 最主要的成分是这个 母菊天蓝精 就是Chamazuline 那这个德国洋柑橘呢 因为它的精油是蓝色的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蓝色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母菊天蓝精 它是有非常强大的消炎 跟抗过敏的效果的 那么 除了它有这个成分之外呢 它又有这个 Alpha-Mor 药醇 跟配半铁内脂 所以呢 这三种成分 在精油里面的成分呢 促成它有更强大的消炎 在那边 所以呢 就是你有任何的过敏问题 任何 你都可以用德国洋柑橘 好 其实呢 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一一的去了解 这个 Insta-Moist里面的成分过后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单一去 去舒缓过敏而已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回春 所以有提拉紧致啊 还有滋润肌肤啊 的功效 当然也有这个消炎杀菌 舒缓烧痒等等的功效 所以呢 其实呢 因为我们公司在设计这一款的field的时候呢 有考虑到说 不要有太刺激性 而且是 就是因为要特别针对过敏的人 所以就是它的pH呢 是我们皮肤需要的pH 也就是介于5.5到6之间 只是对于皮肤来讲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就是它的保湿的这个 这个能力的话呢 是可以长达30个小时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当做一个 日常的body lotion也可以 那么很多人会说 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用在我的脸上面 因人而异 怎么讲呢 其实 因为我们在设计 就是公司在设计这一款lotion的时候呢 它比较着重在于 处理这些皮肤问题嘛 它的texture上面呢 是比较 就是稍微粘稠一点的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的皮肤呢 不能去 就是用了过后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 可能就是生了一些 痘痘的小小点点这样子 那么就是 如果是皮肤非常干燥的人的话 他用这个就很好 然后就完全就是非常适合他的一个 一个就是 Face lotion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脸是偏油性的话呢 就是尽量不要涂液 你最少也是可以涂身体 这样子 那么呢 这些呢 都是用了这个 incerment in voice过后呢 它的这个对比图 所以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去改善它的 试疹的伤口 当然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疤痕也是有慢慢的去减少的 色素沉淀上面其实也是有帮助去减少 那么当然就是这一款lotion的话呢 其实baby也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各个年龄层都非常适合 因为有时候baby它的试疹问题的话呢 不要用内固醇的药 用这种比较天然的东西 对于baby来讲 比较好 然后也可以帮助修复 因为如果你用一些药膏 它只是着重在于去消炎 消炎而已 但是没有那种滋润度在那边 而且也没有修复的功能 那么你用一款就是 比较多功能的lotion的话呢 其实呢对于baby来讲更好 因为皮肤过敏 你的皮肤已经非常非常的脆弱了 那你在用这些 我觉得比较 我自己个人来讲 我比较不建议啦 就是有天然的东西可以去用的话 就尽量选择天然的 好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那么当然我可以再去进一步的讲解 Defuse 系列的 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搭配 当有皮肤问题的时候 当然就是可以搭配这个 Phytobar 因为其实Phytobar成分 它是一个天然的手工罩来的 因为你有皮肤问题了 不管是你有深暗疮 就是痘痘皮肤啊 或者是你有这个敏感性肌肤来讲 因为你的皮肤非常脆弱了 你是不适合用其他的这种洗脸 或者是洗身体的东西的 你就尽量选天然的 就是手工肥皂是最好的 因为它完全没有加任何的chemical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手工肥皂 那里面呢 因为手工肥皂最重要的成分是油 那油的部分的话呢 就用了这个硬胶果油跟夏威夷坚果油 它对于皮质来讲 因为其实你的皮肤已经很脆弱 有些是非常干燥了 那么你有时候你在外 你用一些外面的清洁用品的话呢 其实有时候会对皮肤不好 所以就是用手工肥皂是最好的了 你不用再去选其他的了 尤其是因为这个macadamia.oil 它是对于我们的皮脂膜来讲的话呢 是很接近我们的皮脂膜的 所以如果你要就是去修复你的皮肤的伤口 就是过敏这些的话呢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天然油脂 然后拿来做一个清洁用品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修复的 因为很多的皮肤问题 都是因为skin barrier dysfunction 就是你的皮脂膜不健康 就是你也不是皮脂膜 是皮肤的屏障 就是皮脏是不健康的 所以你用好的一款清洁用品 是可以去修复你的skin barrier的话 是会来得更好 那么加上的话呢 它里面有加了这个刚刚有讲到这个植草 还有精油就是有这个虚拟草 那虚拟草也是有镇静舒缓 止氧的功效在那边的 所以呢 因为有时候你的皮肤 是因为你的皮脂膜不健康 还有你的皮肤屏脏不健康 那么你用好的肥皂 好像phytobar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它可以就是促进你的皮脂膜的健康 它有提高你的皮肤的免疫力 你皮肤也是算是一个免疫力来的 因为如果你要讲到免疫力的话 是非常大的topic 但是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线 是我们的皮肤 所以呢你的皮肤的 皮肤的免疫力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skin barrier那边 所以如果你的skin barrier 就是不正常 那么你整体就开始了 皮肤有开始多问题 那么如果你提升你的皮肤的免疫力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预防 或者是改善你的这些皮肤的问题 那么好的一款肥皂 它可以帮助你提升肌肤的免疫力 也可以促进你的皮脂膜健康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突然一点 它可以提升你的肌肤的性神代谢 因为有讲嘛 如果你要减少疤痕 或者是呢 你要解决皮肤增厚啊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的皮肤问题 像你刚刚所讲的 会让你的皮脂脂增厚 那么你用这种可以帮助你 新陈代谢的东西很好 因为皮肤问题的人 是不能用磨砂膏的产品的 也不可能用那种 什么酸类的这些产品去做代谢 那么你用这种温和的肥皂 它也是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个肌肤代谢的 这样子 那么当然因为也加了这个植草根 它也可以帮助你去舒缓这些发炎啊 发炎的或者是红肿的这个现象在那边 那么另外呢 当然还有这个The Fuel Body Synergy Lotion 虽然我们讲说它可以 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皮肤免疫力的 而且呢它特别能针对什么皮肤问题呢 就是有这个增菌感染的 就是Fungal Infection 引起的皮肤问题 它就非常合适 尤其是有一些是因为你的肺部 生很多痘痘的啊 它也是很你就很适合用这样的一款Lotion 好 我今天关于这个The Fuel系列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那希望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话呢 大家能更认识的皮肤的问题 然后呢 尽量就是寻找用天然的方式来去解决 或者甚至是舒缓 因为有时候皮肤问题 它 当然我们只能有一些是用外用的 好像这些我们的产品 这些The Fuel系列的产品 你可以用外用的方式来去处理 就是皮肤外在的问题 但是往往不要忽略内在 内在的话呢 又有分情绪跟饮食了 所以饮食方面的话呢 你就是必须要去照顾 然后呢 就是要多吃这个义菌 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Inchagat 然后就是油啊 是一定要吃的 因为油可以帮助我们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或者是平衡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也可以有抗发炎的这些效果 然后均衡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SELPRO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天然的均衡饮食 的营养品 所以呢 就是我们如果你有皮肤问题的话呢 就是可以尝试是我们公司的 三宝 Inchagat 印加果油 还有这个SELPRO 那么外用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 情况来去选择 可以Instant Moist啊 或者我觉得就是要搭配两个 就是Phytobar跟Instant Moist 是要一起用的 会来得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的皮肤问题 是因为Fungal Infection 的话呢 我就更偏向于用这个 Orgocinergy Lotion 好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一一回答 有问题吗 背部毛孔阻塞应该怎么样搭配鱼薇的产品 因为背部毛孔阻塞的话呢 首先就是你要去 你有没有毛囊炎先 如果没有毛囊炎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以用第一 Phytobar 过后再用这个 你可以选Body Energy Lotion 就很好 因为你有生痘痘 毛孔阻塞是比较容易有 好像粉刺啊 黑头粉刺啊 或者是痘痘 生痘痘的现象 或者是有时候会进一步的 会有细菌感染的现象 就会有痘痘嘛 所以就是用 用Body Energy Lotion 会痒 就是有时候是皮肤太干燥 也会造成痒 这样子 所以就是可以用Phytobar Thin 然后就是Try 可以用这个Body Energy Lotion Phytobar Good for Dandruff 它是因为其实 Phytobar它不是特别针对 这个Dandruff的问题的 但是可以用是因为 可以用是因为呢 它可以就是 因为我们的脸部 皮肤是包括我们的头部的 就是头皮也是 脸皮 脸部皮肤的一种 所以就是一起都会 好 流汗会痒 也是因为 因为流汗 有时候就是会 因为你捕住它 这样子 有时候会有这个 细菌感染的问题 这些 所以就会痒啊 这些 所以就是可以用Body Energy Lotion Hair Scalps got pimples What products are good? Hair Scalps 如果有 pimples的话 通常 因为是不是 有 pimples 暗疮的问题的话呢 是因为你的皮质 线分泌 过旺盛 然后就是 加上有这些 老肺的脚脂啊 然后又加上有这个 细菌感染的问题 所以造成会有 pimples even我们的头皮 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你可以从 不同的方式 角度去 去 处理你的 scalps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 第一你要用一款 比较好的 就是洗头的清洁用品 你可以用Phytobra 或者是any 外面可以找到的 然后可以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油 来做头皮按摩 也是ok的 硬价果油 来做头皮按摩 其实也是ok的 好 如果你们想要 就是问的话 你们可以举手 然后我就去unmute 你们 可以啊 就是可以用硬价果油 来涂头皮 其实也是可以的 i-sac 因为 i-sac 是因为 它也是有抗菌的功效 所以其实也都ok 就是你先洗头 洗头了 过后 吹头皮吹干了 你再碰i-sac 碰了i-sac 然后呢 你再拿一点点 然后去按摩 一点点油 去按摩头皮 那我自己本身 我用的这种 hair tonic 就是用油做的 我有用 就是 油做的一个hair tonic 毛孔阻塞的果油 可以直接涂背部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 硬价果油 有消炎的功效 但是 如果 因为 有一些人会觉得 不喜欢的话 其实我会偏向于用 body synergy lotion 因为 硬价果油 就是植物油 而买 body lotion 相对来讲 我会 prefer 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加了精油 pepermine tea tree 跟lavenda 然后它都有 就是对我们的 这个皮肤 这个问题 这些这样的问题 也是蛮不错的 好不客气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想要问的吗 就是 unmute unmute 你们学会去发问 或者是 其实 我一直都是我们讲时代分享 其实你们自己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说你们用了过后怎样啊 这样子 然后一起交流 其实也是很好 好不客气 谢谢大家今晚抽空出席今天的分享 因为接下来可能我们的OPP也是会逐渐的恢复嘛 所以希望到时候可以真的是跟大家面对面的去做分享 会来得更好 好过这种 冷冰冰的一个电脑